主席 在積極在鞭策這個區塊 做一個比較好的規劃 針對少子化我們要怎麼去 因應少子化的 來這個問題來做催生呢 針對這個問題來做一個 那個我們再來 要讓少子化要 什麼要降低少子化的這個問題呢 是 向委員報告 我們在先前 兩位委員質詢的時候 我有提到說因為這個問題現在已經 提升到由院長跟 總統主持會議 主要幕僚是這個經建會 他們在會整包括財政部 我們教育部等等的各種方案 所以那個部分就整體樣貌 經建會會比較清楚 那我現在只能 回答就內政部的部分 那內政部的部分報給經建會的 這些各種措施裡面 有的是涉及到比較大的 經費預算的編列的 那麼在院長還沒有核定之前 我們不能隨便的 去宣布 那另外有一些是比較不涉及到大筆經費 但是是在我們內政部自己 經費可以調整的情況下 包括說像明年開始 我們對於公私協力 所要辦的公立的托育機構 我們會想辦法 讓它開始增加 那麼現在的目標就是明年增加30所 然後接下來後年40 再後年50 那這一些事也是回應社會上 那在不足的這個部分的話 部長可不可以也請我們的 私立的這個部分來協助呢 對公私協力的意思就是 一起來協助呢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說到處去設公立的托育機構 那民間剛好最近這幾年 由於稍子化的關係 有一些私立的誘託機構甚至要關門 可是這些私資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方法就是我們來找地方 然後給他一些整修的經費 讓他們把一個地方把它改裝成是可以適合做誘託機構的場所 然後再委託給民間來經營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法 你們就針對那個地區區域上的這個需求量 去做一個整個大致的一個評估 所以在增設公立的這個部分 針對區域性的這個那個 我們目前應有的那個這個不 那個應有的那個設備 公立私立應有的設備 以及來把它納入為公立來應用的這個那個溝通 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好不好 對那個部分又牽涉到像我們把一些本來是不可以 或是說法令上它並沒有開放它作為這個托育機構所在的這種場所 我們評估它的不可以並不是說在消防或監管上面有問題 純然就只是當時很單純的想到說 這個地方應該只做體育館 這個地方應該只做學校 但現在考量其實他們可以做多功能的使用 所以我們在法規上也請營建署做的修改 讓將來要找這些地方的可能性可以增加 如果說要把它納入為我們整個公立的這個托兒手 那我們不管是在那個消防安全的這個部分 那都是一定要 當然都是要 一定要要求到整個那個 那是我們的基本要求 就要一步到位這樣好不好 對 那還有 那台東那個加暴防治中心那個你社工 正對我就提這個案 那社工的這個工作 他時間的平常的話 他在服務這個案件的時候 那時間可能會比較窘長一點 那在這個時間的安排的話 那我們對社工的這個那個編排 我們是怎麼去應應這樣的 有時候那接到那個業務的時候 然後他必須要長時間去跟這個 必須要協助的這個 比如說被家暴的婦女朋友 因為這個時間都不是 必須要耗費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要用怎麼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來做一個銜接 讓這項這個台中這個案例 不會用類似這樣的方向 又這樣產生一個這樣 過勞死的這個問題呢 向委員報告 其實要解決我們基層的社工人員 這麼辛苦的一個窘境 唯一的辦法就是 逐步的增加我們的社工能力 讓大家平均負擔的案量不要那麼多 然後休息的或者是備勤的時間 可以有一個合理的分配 那麼去年我們通過那個社工能力倍增計畫 基本上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從今年開始逐年的 我們會因為這已經跟各縣市政府講好 所以如果大家按部就班來做的話 我們將可以在六年裡面 把全國的社工人數增加一倍 而且同時我們也把 屬於約聘僱的這種職缺 逐步的減少 而把它轉為正式的職缺 這樣他們在各種的工作保障上 就會更好 那你就鼓勵他們嘛 因為這必須要工作 公家的這個機構的那個工作 他必須要有去做一個考試 那你要怎麼去用一個那個 因應的方向 那我希望說 那部長在這一個方向在講也是非常好 照照照顧這些約故的 可以看說在他們在他們 已經應有的這個儲備的這個經驗 讓他們看用什麼方式 在經過我們的國家的考試 是 那是他們的 他們都是我們非常寶貴的資源 我們一定會善用他們的經驗跟智慧 這樣可以協助我們 針對這個過勞的這個區塊 我們照顧好社工 我們照顧好社工